就是说我们的英雄事迹 这个社会 不在乎这些 反正也是冒险 怎么怎么样 没有表彰 我们自我表彰 说了曾经 一身的 我们自带江湖气 但是 身高很矮 我才一米六左右 所以呢 在外人看来 就拿软柿子捏吧 很多时候就吃亏 不过我们劲儿 是满满的 很小的时候 最早 还有记忆 就是跟弟弟一起上网 那个时候 好像互相都没有身份证 就偷偷的跑去玩 然后流行什么呢 有一些人就来 抢占你的这个位置 不给钱 给年跑 小孩嘛 几个小孩 来了 三个人 我弟弟在那边 让他起来 我弟弟也是有劲儿的 准备要发作 他父亲 反正我们组达的历史上 也是有这个官器的 也是有匪气的 这个我们再说 但是 毕竟很小 人要少 也要智取啊 我就站起来 我说大哥 你真想要鸡子吧 哎呀 早说呀 我才十几岁 我说王管 给大哥找个鸡子 我们换一个 就这么着 事儿 就了了 当时他一愣 反应不过来 这个人 有劲儿 还有志某 都知都有 哎 就了了 平了 那还有呢 后来 也是很小的时候 就在车上 看到 这个公交汽车 路边有抢包的 那 抢完就要走 当时公交车还在停站 刚好看了他旁边 哎呀 不过那个时候 我也不会开车 我就喊司机 我说这抢包 那个司机 犹犹豫豫的 到底该怎么办 我说摸他摸他 我不用我们唐山话 蹭他 就是说给他滑倒 但是也没得听 人家都走了好远的 我喊 过了这个马路 我说 哎 接住他 接住他 哎呀 那个时候 虽然很年轻 真的是 很纯正的 那个气 反正你想到的 就是 任何办法 真的要用了 那后来 那我们说的都是一些 用的事 一个 在北京地铁站 这个事估计现在还有这种现象 装作聋哑人 拍拍你 那你给他钱 你这种旧集 就真的是聋哑也不能给 江湖社会上一点的理数都不懂 那 活该了 那拍到我的时候 当时 没反应过来 给我搞得很心烦 结果他去拍下一个女士的时候 一把 从肩膀都给他摟过来 他一愣 他狠狠地指指他 指指我 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 还打个电话呢 然后 我就点点头 意思就有关系 就很藐视 很不正视 不是不敢正视 不屑于 然后他就记下了 下车之后 我下站的时候 他也下来 狠狠地瞪着你 那个眼神 真的是很凶 当时我心胸